仁仁~~ 那我們今天就來一下我們仁者必須死啦 沒有問題 那昨天的話9月18號的時候 基本上是有開一個玉兔大暴走 這個超可愛的玉兔大暴走欸 他好像是會有這個玉兔身上激戰的力量 終於在慶典開始的時候爆發了出來喔 居然一下分裂出了許多小玉兔分敞到了會場各處 場面一度... 一度怎樣沒有講 然後好像前往家族 然後就要找這隻我們小玉兔的地方 那這邊就有一隻啦 點他一下看看 裡面的話你就可以獲得我們這個 餡餅什麼之類的東西喔 我就覺得這個很可愛欸 是真的很可愛 所以他們的話基本上都會藏在 欸可是欸 他們藏在家族的各個地方欸 你看 這邊還有一隻超可愛的 哈哈哈 有夠可愛的喔 還是他其實 欸這邊還有一隻欸 找兔兔活動是不是 你看看 上面還有一隻 哈哈哈 有夠可愛的 我的天 欸還會掉紅蘿蔔欸 哈哈哈 好可愛喔 所以他目前來說是不是 各個地方都會有可能會有啊 所以你要到處去找我們的兔兔是嗎 這個真的還蠻有趣的欸 就是你可以在我們家族這邊找到這些活動 但是這邊好像只有看到就是那個 家族的部分而已喔 好像還沒有看到其他的地方 所以要等一段時間看一下還有沒有是不是 好像是欸 因為現在沒有看到還是要去這個部分裡面 這個部分我們上次禮拜五打完我還沒有開寶箱喔 欸完了 沒領寶箱所以 啊GG 哈哈哈哈 GG沒有拿到可惜好不好 所以現在的話基本上是有我們這個好不好 找兔兔的活動 所以過一段時間之後都可以去我們那個家族那邊看一下有沒有就是那個 兔兔可以拿這樣的感覺喔 還蠻可愛的欸這個 我是覺得真的是蠻可愛的 我蠻喜歡的喔 這個設定 忍者的那個 忍忍的這個就是 合作活動 不是合作活動 這是他們的活動啊 我一直都很喜歡啦 因為他們都有設計一些蠻酷炫的東西 我自己個人是覺得蠻有趣的這樣子喔 然後可以在這邊換到我們一些東西 就是這個皮鞭的地方好不好 皮鞭的話你就可以繼續打我們這個暴走的全太郎 然後就可以拿到這個不錯的東西喔 那暴走的全太郎的話我們今天來看一下這個 15特訓皮鞭 看一下100等的這個大家能不能戴哲平打一打看看喔 我自己也是不知道大家打不打贏 哇有人有了欸 好可愛喔 居然已經有小嬌那個了 我們可以來打打看這個特訓的這個皮鞭 看一下有沒有高手拿魯頭 那你叫他們出來 這個超難是不是 沒事沒事 打好玩的打好玩的 輸掉就算了好不好 看一下長什麼樣子這樣子喔 來看一下長什麼樣子 反正目前來說他們每一次就是會有這些關卡可以刷 就跟我們之前打那個禁止一樣 哇他們在炫我是不是啊 每一個都有這個是怎樣 在跟我炫耀是嗎 每一個都是吃包包小嬌 我跟你講我忍不住了 我明天就買好不好 我明天就給他買起來 你們不要在那邊 那邊一直狂炫小嬌 真的是太恐怖了 看一下喔 這邊這隻的話應該會很猛啦 因為我們昨天打那個90等的其實就 還蠻有難度的 今天看一下這個 100等的會發生什麼事情喔 瘋犬太郎 這個我看一下瑞爺他們應該是直接把他給K了 我們這個的話我們就 慢慢先來看一下 我們真的不行 我們就打一般的那個90等的就ok 因為90等的話也還算是不錯啦 至少刷皮鞭還是要刷贏嘛是不是 來了我們看一下 超級無敵帥的最高版本 到底會發生什麼事情 先吃先吃先吃 哇哥 太帥了吧直接順過來了 哇他直接 他直接一開始就開那個耶 開防護罩耶 太扯了吧哥 噢噢噢噢 欸不是啊 哥我還沒開到大招我就死了 哎呦喂啊 哈哈太難了吧 我們看一下喔 這次感覺好像 一開始的那種招式都要再重新看一下 而且這次的劍氣一直都還蠻帥的啦 哦來看一下齁 到底長什麼樣子 很猛欸天吶 我很喜歡他這個順來順去的 然後這個是 見證是不是 哈哈哈哈 好猛好猛 天吶真的是很帥好不好 但我覺得應該也不會說打不過欸 但是我們還是去打90等的吧 打90等的吧這個 因為他這其實 缺三差三個啦 差三個這個應該還24個 然後我看一下另外一個多少 24個然後這個是30個 然後UP200% 好啦沒事好不好 這個我們試一下再看一下 你們就是把他練好 有時間再來練一下 我們就來打一下這個90等的 那個比較打過啊 這個就ok了 反正一天基本上有兩次的UP機會 還是34 反正我們就把這個UP機會給他打完就對了 這個 最近要好好來刷一下這個 特訓皮鞭啦 大家才可以在裡面就是 換東西這樣的概念 會很不錯 GOGOGO 這次我們昨天已經先打過了 我們看一下今天有沒有辦法 打出好成績 這個應該ok啦好不好 昨天畢竟有打過了 他的那個見證我覺得真的是蠻帥 因為我自己個人就很喜歡武士刀的東西 所以忍者必須使得忍者跟武士 都是哲平最愛的東西 所以我才會一直都很推薦這款遊戲 因為真的是 其我之愛於一款遊戲之中啊好不好 人人然後再加上我們的武士 然後再加上彈幕有沒有 太讚了 來了來了 看一下喔 你不能小看他喔 這個也是很厲害的 但這個會比較好閃一點點 唉唷 我這邊捅爛 喔 但已經抓到大概抓到感覺了好不好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其實這遊戲有一個小payball就是 他其實也是可以那個啦 就是 可以就是那個該怎麼說呢 欸這個 我們自己的飛鏢會不會 會不會打到我們自己啊 如果會的話我們這個時候是不是就是不要吃飛鏢啊 因為他會反彈對不對 這個時候吃飛鏢應該就蠻蠢的 人家都開那個反彈防護罩然後你還吃飛鏢 他這個 往下戳真的是蠻機車的啦好不好 但這隻的話目前來說應該已經快要快要快要可以打 唉唷 哎呀完了GG 啊怎麼其他人全部死光了是怎樣 飛 這樣全部死光我不知道我們打不打贏呢 只剩我跟那個 QQ candy了 這個時候就是不要不要不要用任何東西打他 因為我們飛鏢會被反彈 完了 浪費了 啊完了完了 對啊那個會打到我們自己哎這個時候不能吃啊 他很瘋哎我的天啊 哇這個我超不會閃的 他很瘋哎 然後我們呢我們的隊友全部死光狂 哎不是吧 不是要你們來躺的呢 我自己也打不贏呢 天啊完了 二拳好不好太郎 777有點忙有點有點強啊 不是喔這樣傷害不夠喔 我已經打了三十幾萬了喔 應該人至一盡了喔 這隻的那個劍氣該怎麼說呢 呃就是 他那個仿物罩一出來的時候就不能吃手裡劍啦 因為他會反彈那個手裡劍 而且那個 反彈手裡劍如果打到我們自己的話 我們也會受到傷害 這隻好像 這個概念我覺得很不錯哎 所以是 不知道之後會不會有一些角色也是有這種概念的 我覺得就很讚好不好 這個設計很好 他那個連續的上下坡比較比較不會閃 那個比較麻煩 啊自殺了 我以為他想 我以為他剛剛想自殺哎 結果他居然沒有自殺 這個超難閃的啊 這不知道怎麼閃 不是喔各位 你們怎麼打不贏 輸出太低啦 啊 狗狗狗我看一下哦 那應該就可以了吧 反正先稍微閃一下 然後他的那個防護罩的部分的話就不要那個 不要吃飛鏢 因為吃到飛鏢的話就會回彈 啊這個就比較麻煩 當初在刷鏡子的時候好像也是 刷這個等級的吧 因為最難的沒關係完全打不贏 鏡子還會把你給困住哎 這隻不會了 所以這隻應該是還行啊 來來來 我這個真的很帥 他跟鮮影的比較不一樣 鮮影是直接刷 然後那個紅線出來 然後這隻是直接真的是過來砍 這帥氣的這個程度不一樣 完了 他開始瞎雞巴了 被我自己的手裡已經打到 太87了吧 槍都可以砍到 你太會了吧 我不喜歡這個啦 這個怎麼閃啦 哎呀 又被戳到了 哇 又被戳到了 他還會上升 上升斬哎 壞透了這個人 這拳圈壞透了 我把你 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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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可以沒怎麼可以我每次開大都 都順到後面啊 他們這個AI是不是 會毒人心啊 太誇張了吧 打開都安捏 別再砍了 你這跟瘋子一樣哎 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 白痴 一直吃手頂鍵然後幫他 完了完了 哇這個真的是很不會閃 別再衝過來啦 大孩子 哇 流氓星 哇 那個好帥 這個不帥了 不要再仿霧罩了 為什麼剛剛就會感覺好像被定住的感覺啊 流氓星好像就在原地不要動就好了 哎呦 哎呀這個啦 這個有夠難閃的 變身了 哎時間快到了 哎呀喂呀 時間快到啦 加油啊 不要啊 不要啊 哎哎哎 拜託 哦水 倒數倒數 過了過了 好險好險哦 完了這隻的話目前來說應該算是ok 但是 他的最強那隻的話應該就是 比較麻煩一點點哦這個可能就是 大家如果有一些就是比較好的打法或是你們有沒有打過呢都可以分享一下你們自己一些看法哦那 目前來說今天主要跟大家介紹就是18號的時候啊有出了這個玉兔大暴走啊那 玉兔大暴走的話大家可以在自己的家族裡面去找那些小兔兔 那找到這邊兔兔兔兔啊就這樣會有一些獎勵可以拿好不好 好像就是一段時間會生長的樣子吧這個還蠻可愛的哦就慢慢來去收集一下應該還算是不錯一個 小活動 哎這邊是不是這隻 是不是這邊有一隻 哎真的哎啊不是哎他都躲起來啦 哎所以他不是一段時間的 是你要去找他啊 哦還剩一隻還剩一隻這隻這隻 要去看一下他的剪影各位 好不好還有一隻還有一隻 躲在哪裡 好不好看一下哦 藏在哪裡 絕對難不倒你 哇他躲起來了哎 那我是不是到處亂點啊到處亂點是不是有機會啊 哇等一下 我一直以為他就是一段時間會生出來就沒想到他是躲起來的概念哦 哪裡哪裡 我把那個 隨便每個地方都亂點好不好每個地方都亂點 看一下有沒有機會 遇到他 哈哈 還有一隻沒有看到啊 應該都是在這個家族的部分哦 完蛋 沒看到哎另外一隻在哪裡啊 所以這個要 全部收集到才那個對不對 這個這個這隻 哇剩下一隻原來 原來他一直在等我們按他是不是 在哪裡 你在哪啊 還是你在這裡面真的哎 在這裡面啊 哈哈 找到了啦 好可愛哦 這樣全部都在 在我們那個 轉轉輪裡面了 大家都找到了嗎 可以跟著你分享一下哦 好可愛哦 哎這樣全部拿到就很OK 然後我S級會進去拿到了 機甲好了 玉兔大暴走 我覺得是一個還蠻有趣的東西 他會藏在家族的裡面哦 大家可以把它找出來 你就可以拿到一些獎勵 對話氣泡也可以做一波更換 還算是蠻不錯的一個設計哦 那我們先玩到這邊了 我是曲評 早安見囉 大家 掰掰啦